东汉末年乱世 各路军阀纷纷登场 在这场破败的大地之上 演绎出他们的传奇 天下诸侯各占一周 相互攻伐 动辄就是几万人 几十万人的战斗 汉朝以来 天下积攒的大量人力 就这么在一场场战争中消磨殆尽 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 在三国历史上 一共有三大转折战役 分别是关渡之战 赤壁之战 伊陵之战 每一战伤亡的人马 都数以万计 甚至十万人以上 而这三场战争的胜利者 最终成了坐在首领位置上的 三个人物 三家共分天下 三家之中 曹魏最强 蜀汉最弱 但是这不过是 三国后期的实力划分 三国后期 从军事实力上而言 蜀汉的实力 一度力压其余两者 而全国之中 更是有赵云 马超等良将 再加上战略家诸葛亮 一时间风头无两 只可惜 刘善继位之后 蜀中人才凋零 诸葛亮不得不扛起大旗 出征乏位 最后在北伐的路上病逝了 那么 诸葛亮究竟是怎么去世的 为何说 未言心知肚明 将为看破不说破 这里是风云争霸 本期视频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诸葛亮去世的原因 一代名相 诸葛亮 诸葛亮 出生在战火纷飞 缭乱的三国时期 为了请他出山 刘备曾经三顾茅庐 得到诸葛亮的相助之后 刘备起世 不仅建立了蜀汉政权 并且和曹操 孙权 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刘备当上皇帝以后 直接将诸葛亮任命为丞相 而诸葛亮也不负使命 为了朝堂国事 鞠躬尽瘁 最终导致自己积劳成疾 病逝那一年 他的北伐大业还没有完成 汉室也没有得到复兴 回望诸葛亮的一生 充满了波澜壮阔的传奇 他出生在一个中顶世家 徐州狼牙诸葛市 祖祖辈辈都是颇有才华的政客 当诸葛亮三岁的时候 一场意外夺去了他母亲的生命 到了八岁的时候 又失去了父亲的庇护 小小年纪的诸葛亮 虽然不缺衣食 却缺失了父母的陪伴和守护 后来 他带着自己弟弟 跟随叔父一起生活 叔父去世后 诸葛亮隐居避世 尽管如此 他的不是之财 还是得到了很多人的侵慕和追捧 徐树和诸葛亮是好友 他不想看见诸葛亮 在山水田园当中埋没自己 他想办法给刘备举荐诸葛亮 鄙视的徐树正是刘备的仗下谋事 而刘备也早早听过诸葛亮的大名 将来十二年 徐树对刘备说 将军想要见一见卧龙吗 刘备回答 让他亲自来见我 没想到徐树却反驳了他 如果将军想要卧龙出山 需要将军放下身段 亲自去请他 刘备没办法 只好依照徐树所言 亲自去请诸葛亮 但是刘备去的第一次 诸葛亮没有见他 去的第二次 诸葛亮也没有见他 一直是刘备去到了第三次 诸葛亮才从他身上看到诚心 这才出来与刘备见面 诸葛亮与刘备商谈之后 发现此人并非莽夫 而是真的有大将之才 于是诸葛亮对他说了 三分天下之计 刘备听完大受震撼 极力相劝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推辞不过 答应刘备助他一臂之力 后来 诸葛亮所做的龙中队 成为蜀汉后几十年的 基本国策 而彼时的诸葛亮 只有27岁 其才 其私 没若天才 成为丞相后的诸葛亮 日理万机 时常是忙得脚不沾地 为了能够更好地治理国家 他势必公亲 任何大事小事 都需要他亲自过目 所以他非常辛苦 而早些年的积劳成疾 也为他的早逝 埋下了伏笔 诸葛亮五次北伐 最终在浅险病亡 虽然在诸葛亮的帮助下 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 但是没过多久 刘备就在白帝城病逝了 在他临终之前 他传唤了自己的丞相 诸葛亮 握着诸葛亮的手 字字气血地 把整个国家 托付给了他 对于诸葛亮来说 刘备与他有知语之恩 他并非是一个 薄情寡义的人 所以听到刘备的遗言 诸葛亮毫不犹豫地 答应下来 为了巩固蜀汉政权 公元228年 到234年 这六年之间 诸葛亮一共对曹魏 发起了五次进攻 在诸葛亮的五次北伐中 他常常肃心叶魅 而且亲力亲为的程度 已经到了一种 非常苛刻的地步 就算有一个人犯了错 需要受二十丈的责罚 诸葛亮都要亲自过目 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活动下 诸葛亮的身体 自然是一日不如一日 很快就垮了下来 《资质通鉴》中 有一句话这么说 诸葛孔明 时少是凡 其能久乎 简单来说 导致诸葛亮去世的原因 正是操劳过度 诸葛亮去世的真正原因 在正史中有所记载 操劳过度 是导致诸葛亮 早早去世的真正原因 但是在野史中 却有另外一种说法 渐兴十二年 大将观星病逝 失去了关羽 又跟着失去了观星 巨大的悲痛之下 诸葛亮放声大哭 昏倒在地 好不容易清醒过来 诸葛亮也觉得自己身体大不如前 他夜观天象 掐算一番后 发现自己的寿命 已经寥寥无几 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 诸葛亮想到一种 名为其壤的方法 问上天给自己借寿命 诸葛亮借命失败 诸葛亮让自己信任的姜维 带着四十九名武功高强的部下 守在帐外 然后自己亲自在帐内 摆上祭品和香花 诸葛亮找来七盏大灯 然后在七盏灯外面 摆放四十九盏相对小一些的灯 在大灯小灯围起来的灯圈内 放上自己的本命灯 为了让齐壤仪式不受打扰 诸葛亮特别命令将为 率领四十九个武功高强的护卫 守在外边 以防别人冲撞 就这样 一连过了六天六夜 一切相安无事 不过白天的时候 诸葛亮还是时不时地吐血 所以他迫切等待一个好结果 可到了第六个晚上 诸葛亮呆在帐中 他看见自己的命灯闪闪发亮 心下大喜 觉得成功在望 这时候 姜维进入帐内 看见诸葛亮指着一把长剑 口中念念有词 他看得正入神 外头忽然传来一阵响动 原来 魏延获知魏军即将发兵的消息 他心中着急 竟然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 他脚步生风 又急又快 还不等姜维拦下他 魏延就一把 扑向了诸葛亮的命灯 一阵裂风陷过 摆在最中间的命灯 居然熄灭了 命灯熄灭后 诸葛亮立刻傻眼了 他呆呆地看了许久 而后长叹一声 丢掉了手中的剑 对天感叹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 贸然闯进来的魏延 知道自己犯了弥天大错 他慌忙跪下来 给诸葛亮赔罪 但是事已至此 再多的道歉 都没有用了 守在另一旁的姜维 见此情景 又是遗憾 又是愤怒 他拔出自己的剑 意图当场 斩了魏延 诸葛亮却急急忙忙地 挡住姜维说 是上天要我的命 和他没有关系 听见诸葛亮的话 姜维这才收了剑 一番变故 让诸葛亮情绪起伏极大 他又吐出好几口鲜血 然后一头栽倒栽地 陷入昏迷 渐兴十二年 彼时中秋刚过不久 八月二十三日 诸葛亮慈世长眠 瘦长五十四岁 话说齐嚷最为重要的命灯 放在正中间的位置 外面有七盏大灯保护 七盏大灯之外 还有四十九盏小灯 为什么魏延 能够那么精准无误地 熄灭诸葛亮的命灯 而且魏延不是一个莽撞的人 他知道诸葛亮要问天借寿 外面还有姜维安排的人在把守 如此重要的场合 怎么会因为几句话就方寸大乱 巧合的是 那天又是仪式的最后一晚 所以魏延的种种举动都很可疑 命灯熄灭之后 诸葛亮自知无力回天 吐血昏迷 姜维拔剑意图要斩了魏延 可到最后他还是收回了自己的剑 两个人都知道 诸葛亮已经病入膏肓 命不久矣 纵然是魏延扑灭了命灯 可一直跟在诸葛亮身边的姜维 怎么会不知道 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所以姜维并不是包庇魏延 而是他心里也清楚 诸葛亮的离去 只是或早或晚的时间问题 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 对于诸葛亮去世的原因 其实都避不开劳累两个字 为了蜀国 诸葛亮忠心耿耿 呕心沥血 不知道大家对诸葛亮的去世 有什么样的评价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许葛亮